帝王蟹泛滥成灾,2000万帝王蟹侵占挪威海域,吃一只都是拯救世界。 秋风起,又到吃螃蟹的季节了,每年到这个季节,我国阳城湖将会有大量的螃蟹死于非命,其价格也随之水涨传高,但相比于明阳四海的帝王蟹,其价格差的不是一丁半点。 而是几时上百倍,在我国作为一种奢侈食材的帝王蟹,却入侵了多国,泛滥成灾,甚至被贱卖,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 首先,我们来了解一下帝王蟹其强大的背景,没吃过也先看看它长什么样吧。 帝王蟹一般指的是勘查加尼石蟹,是一种大型深海冷水蟹,原产自北太平洋。 它不需要蒸熟表面,都是红褐色或者紫红色的,全身遍布着坚硬的小凸刺。 螃蟹腿完全展开,可长达1.8米,也是它最主要的食用部位。 帝王蟹的肉质紧实,味道鲜甜,深受许多人的喜爱,特别是我国吃货的喜欢,但是由于我国海域极少能有帝王蟹的出现,其价格十分高啊。 在我们苦恼,为什么帝王蟹那么贵的同时,远在千里之外的挪威却在烦恼帝王蟹怎么都吃不绝。 在欧洲多国已经遭遇帝王蟹入侵,且泛滥成灾,特别是挪威。 帝王蟹作为一种能够适应深海冷水的巨型螃蟹,其外壳坚硬,有着蟹中之王称呼的帝王蟹,在挪威的海域里称王称霸。 海底没有克制帝王蟹生长的天敌乌鱼、鸟类以及大型鱼类等,却有很多帝王蟹爱吃的隔离、海星和鱼类等,它所到之处都能杀个片甲不留。 少了天敌的牵制,帝王蟹开始在挪威扎根。 再加上帝王蟹的繁殖能力,堪称惊人,每次能繁殖出大量的卵子,成功孵化的几率也是极高的,每到其繁殖季节,至少会出现16万只新的帝王蟹。 现在在挪威海域的底下,藏着不完全统计有2000多万只帝王蟹,它们泛滥至整个挪威海岸。 而挪威的总人口数只有500多万人,每一个挪威人每天吃一只帝王蟹,要连续吃4天才有可能解决掉这2000多万的数量。 但这种行为是不符合实际的,所以当地的专家就提出,每吃掉一只帝王蟹,就是在拯救世界。 挪威人民也不曾想到,曾经引进长鲜的7只帝王蟹,如今却泛滥成这般场景,它们对挪威的生态系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, 紊乱了当地的生态系统,大量物种呈现数量减少的情况。 这使得挪威人民每天都在试图用吃这个方法,来限制他们的发展,在挪威,帝王蟹的价格十分低廉, 他们会将不好处理的蟹腿喂狗,这一个举动让我国许多吃货,十分痛心疾首,都在呼吁,把帝王蟹全都发往中国,让我们来解决。 将帝王蟹出口这个方法,挪威政府也曾实行过, 但是由于成本太高,只能中途放弃,帝王蟹打捞上船之后,就要一直待在速冻设备中, 这个设备要一直保持在零下18摄氏度,从而保证客人再吃到踏实的鲜度和口感, 但是挪威离我们国家实在是太远,口感还是会受到影响,且运输成本也极高, 所以挪威只好做罢,这也让我国吃货伤心不已,那为何帝王蟹却很少能在我国海域见到呢? 因为我国海域的温度过高,且帝王蟹必须生活在深海之中,并不适合帝王蟹的生长, 且很难形成大规模的养殖行业,所以我国想要吃帝王蟹,还是需要依靠进口, 这也使得它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,但总有一天,我们肯定能克服重重困难, 实现帝王蟹自由,如果实在不行,羊城湖大闸蟹的味道也很不错的,你们觉得呢?